其實我剛好稍微有感受到一點點冷漠 剛開始的時候 欸 人家有說冷漠 開玩笑開玩笑 來來來 歡迎 其他他幾天是什麼打扮 其實就算每個穿也好看 整個把握東西弄不見 最好便保險真往前這女伴 旁邊多著問 她是誰心的美 把她不沾進 她是手還是廢 我都不在意 別看著不安全 因為在看你 幫我拔到女美心 我長不住 我長不住 但是被別人注意 分長不住 我長不住 再心被別人注意 少哲 怎麼樣 有沒有被 嚇到 絕對是被嚇到 因為通常就只有一個面 其實算是很少有這種四面才的機會 所以是環繞 剛剛有點不知道要看哪裡 好像哪裡都要看影片的感覺 我 你知道嗎 我當時跟我的公司講說 我要找瘦子 他們說不要啦 芳姐 你的觀眾沒有人認識她 其實我剛好稍微有感受到 一點點冷漠 剛開始的時候 人家有說冷漠 開玩笑 來來來來來 是不是 該離開你 我不想和別人分享你 我好想摸一下 來 給你摸 摸下去 太辣了 我是不是 太離開你 我不想介入別人故事 是不是 太離開你 我不想和別人分享你 來我幫你主持一下 來 今天來大家說一下 我們張清芳小姐 有漂亮嗎 你們愛不愛張清芳 其實我剛剛一直在後台 看那個就是電視轉播 就是播出看你的表演 然後我就覺得好感動 然後 但是我有發現 因為現場今天就是 很多長輩朋友嘛 所以我跟你講 長輩朋友有時候 對於你的愛 都有一點點含蓄 所以我在這邊 希望大家 因為你看 芳姐已經 睽違了將近八年的時間 又再度開唱 我以為她要講我的年紀 沒有啦 不是這樣啦 年紀不是問題 只要你願意唱 我們都會繼續等好不好 但是呢 因為她這麼久 終於又再開唱了 所以你們要把握 每一次跟她在一起的機會 我現在希望 現場所有的朋友們 跟我們一起大聲喊 張清芳 我愛你 一 二 三 張清芳 我愛你 這樣就對了啦 有送嗎 有請問 我愛你 有請問